大家好 然后这次打算继续分享一下 构编程的东西 对之前我们介绍过 构的这个虚拟结构 流程控制 还有函数 这次打算分享一下 就是构的这个错误处理 对其实构的错误处理 是被很多人喷的一个地方 因为它不是采用的 比如说现在很多流行的编程员 像python java这样 使用异常的这种方式 它使用的是返回错误值的这种方式 所以很多人会感觉这是一种倒退 就是采用类似于c的这样一种方式 对很多人第一次就是接触go的时候 会发现比如说go里面 有很多这种 error check的代码 就是判断一下if error不对于有 然后就会返回这样一个错误 对很多人会感觉这种方式 非常的恶心 其实我一开始也不太喜欢这种方式 对当然go的作者 其实他们也有自己的理由 就是他们在这个官方博客上 有一篇文章介绍了 就是为什么我们使用这个返回值凑值 而不是使用异常这种方式 对go的作者提倡这个大刀质检 并且比如说使用这个error的时候 我们每一步都需要去检查 它的这个返回值 而不是像这个try cache一样 就是可能会try一大堆代码 然后也不知道哪个地方出错了 对当然它有缺点 就是它太简单了 就导致比如说出错的时候 它拿不到刹下文的信息 所以你可能就是排查起错误来会比较难 而且go的作者之一 它其实也承认会给这个开发者 带来一定的心智负担 对所以其实现在网上也有很多 第三方的error这种库来去包装一些错误 从而返回这个更详细的这个错误信息 对我们期待这个go后续版本能够 针对这个错误来有这个更好的解决方案吧 好这个视频里面我们会简单的分享一下go的错误的使用 来看一下go的这个错误处理 对go它没有使用像python java这种异常的方式 它使用的是这种返回错误值的方式 对所以你尽量会在这个go的一些代码中看到 以下这些比较繁琐的这种方式 比如说多个判断这种error是不是这个new 对go提倡每个错误你都应该认真对待 而不是把它忽略掉 对在讲到这个错误之前 我们先看一个之前没有提到的 就是关于这个defer语句 对go它提供了一个defer用来延迟一个函数 或者方法的执行 它会在这个函数执行完成的时候 会调用这个defer后面的这个函数 用来比如说清理一些资源 对如果你用个python的话 其实它跟这个python的with语句比较像 对它可以保证你比如说你忘记关记 关闭打开的文件的时候 它可以帮你来去处理这个关闭文件的问题 对比如下面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我们就是调用这个wise.open 然后它会返回一个error 对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使用这个defer一句 然后保证我们这个函数在执行完成的时候 这个文件会被正确的关闭 防止泄露资源 对另一个常见的使用场景 就是在使用锁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使用defer来去unlock这个锁 就是防止我们比如说这个函数光lock 然后忘记解锁导致这个思索 对它跟这个python里面的这个with语句 很多时候使用的场景是比较类似的 对而且一个函数里面 我还可以使用多个defer 如果有多个defer的话 它会按照后进先出的顺序来去执行 我们写一个例子来去看一下这个结果 好 来编写一个这个测试函数 好 这里的话 我们比如说定一个叫做 function test defer的这样一个函数 然后比如说我们先写一个这个defer 叫做fmn 我们先打印 比如说它叫defer1 对 然后的话 我们可以再加一个这个defer2 对 然后我们再打印一个 比如说这个函数体 对 最后比如说我们return一个叫做 hello的这样一个函数 然后我们在底下来去掉一下它 test defer 好 我们注意一下右边的这个结果的输出 保存之后你会发现它输出的顺序是这样的 就先打印出来这个结构体 对 然后打印出来什么这个defer2 你会发现它按照后进先出的顺序 因为你这次是第二个 所以它实际上是先打出来的这个2 然后再打出来这个1 对 最后的话 你会发现它会返回这个return的hello这个值 并且在这个mine数里面 打印出来这个hello 对 这个就是它执行的这个顺序 对 我们看一个真实的场景 就比如说这个是readygo它的这个代码 就是用来跟redis做交互的 比如说我们看它里面使用defer的这种场景 就是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它是使用defer来进行了一个unlock 比如说在右边它使用defer来去关闭了这个server 对 其实这个就是defer最常用的两种场景 对 然后接下来看一下go的这个错误类型 对 其实go里面的error的定义非常的简单 它是一个接口 它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这个error这个方法 对 其实只要我们比如说随便一种类型 我们实现了error这个方法 我们都可以把它看作成是这个error类型 好的 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例子 就比如说我们这里这样一个简单的除法 这样一个函数 它其实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个go里面习惯把最后一个返回值 就是返回这个错误类型 这里的话 比如说我们判断除除不能是0的时候 我们就返回一个error4.new 对 然后的话 如果比如说正常的话 我们其实是把这个错误值返回一个new就可以 就表示没有错误 对 然后底下调用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是来这样来去调用的 就是左边可以复制为多个这种返回值 对 如果判断我们这个error不是new的话 我们知道有错误 我们这里把它打出来 对 否则的话 我们这个就把这个结果来去打出来 对 其实很多内置的代码也都使用类似的这种方式 就比如说这里在这个fmt这个输出这个包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ride的方法 其实也是差不多类似的定义 一个返回值 最后一个返回值 表示这个错误值 对 当我们遇到一种写法 比如说你不确定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标准库 它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写的 我们就可以来去参考它 对 当然gold这种错误还是非常简陋的 我们一般会定义自己的这个业务相关的一些异常 就比如说我们在业务代码里面 可能会处理用户相关的信息 或者是这个网络框架相关的信息 这个时候我们一般自定义自己的这个异常 好 这里我们就尝试来去定义一个自己的业务异常 比如说有一个你写了一篇 其实有一个博客系统对吧 比如说我们定义一个叫做 article error 对 然后它是一个这样一个结构题 对 你现在不了解结构题也无所谓 然后我们下面会去介绍它 对 然后比如说它有两个值 一个是code 表示这个凑码还有一个值 比如说叫message 表示这个凑信息 它是一个strain类型 这里只需要实现这个error方法 其实它就满足这个error这个接口类型了 然后这里比如说我们来去定一下 它的这个 叫做error的这个方法 对 然后这里的话我们是使用叫做error 然后 它返回一个strain 然后我们去打印一下它的这个值 return 对 这里我们需要返回相关的信息 对 这里我们就直接使用sprintf这个方法 对 然后的话比如说它是这个article error 然后code的话 还有这个message 我们都给它打印出来 把分号s 对 这里分别是打印这个数字 还有打印这个整数 对 这样的话我们就定义了 这样一个错误类型 对 一般还会给它定义一个类似于 构造函数的东西 就比如说 这里我们把它叫做 new article error 对 然后的话我们这里需要传入一个code 一个是印的32类型 还有一个是这个message 它是一个strain 对 最后的话我们就返回一个错误的类型 我们就这里的话就是返回这个article error 对 我们给它附上这个我们的传入的参数值 好的 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就定义了一个这样一个类似于构造函数的东西 我们可以通过它来去创建一个我们自己的业务的错误 对 构其实还有另一种这种异常处理机制 叫做这个panic跟recover 对 因为一般错误的话它其实不是特别严重 我们没有必要去退出这个进程 对 但是一般如果发生了这个panic就恐慌 它一般就会退出这个进程 所以一般是非常严重的错的时候 我们才会使用这个panic 对 所以大部分场景下我们其实是区分这个异常跟错误的 我们把这个panic来称为严重的错误 然后一般的错误其实我们没有必要来去退出进程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什么时候去使用这个panic呢 一般比如说我们在使用这个启动一个外部框架的时候 我们会去读取各种配置 比如说读取mycircleredis的配置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读取失败的话 比如说文件的格式有问题或者是唯空之类的 我们就会直接使用panic来去让这个进程退出 不让它启动 对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你即使启动了你各种资源 比如说数据库你读取不了的话 你这个服务依然不可用 而这里我们直接panic的话 我们就可以及早的发现这个配置的问题 对 我们这里举个例子 比如说还是刚才的那个函数 除法函数 我们这里再编写一个叫做 must divide的这个除法函数 就如果这个除出为0的话 我们就让这个进程退出 就是表示它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比如说如果b是0的话 我们直接panic 然后可以传一个字符串进去 比如说 divide by zero 对 然后的话比如说这里我们如果b不是0的话 你就可以返回这个a除b 然后这里比如说我们来去掉一下这个must divide 这里比如说传一个1跟0进去 对 就是你注意右边 你会发现它发生了这种严重的错误 并且整个进程都退出了 对 就比如说如果我们在底下再加一句 这个打印这个一个and的话 你会发现它根本就不会打印出来 它后面代码就不会再去执行了 对 那如果不信我们传入了一个0 然后这个函数panic的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还是有一种方式 就go它提供了一个叫recover的函数 用来从异常中来去恢复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去把一个 panic包装成error之后再返回 而不是让这个进程给它退出 好 我们编写一个例子来去演示一下 比如说这里我们再去编写一个函数 叫做divide2 然后它依然是接收两个参数 然后这里我们它们返回两个值 一个是除法的结果 还有一个是这个错误类型 对 这里的话我们实际上使用defer的语法 来去定用这个recover函数 对 它语法是这样子的 就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去定用recover函数 对 如果它发生panic的话 recover会把它恢复成这样一个错误 对 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复制 给我们这个返回值这个结果 这里是比如说erroroff 把分号v 对 这里没有定用error 4.6 对 其实恰意去看的话 它其实就里边就定用了error 4.6 对 然后的话 这里如果没有错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结果复制给这个res了 ok 这个地方应该是error 对 这里的话 我们把res的值复 就是用must divide的结果给它复制 这里的话是a跟b 对 所以我们来去return一下 对 因为是命名返回值 所以我们不用加这个参数返回的参数 这里比如说改下定用方式 res arrow 然后 divide 2 这里比如说先是10除以2 这个时候我们比如说把这两个结果都打印一下 一个是res 一个是error 对 你会发现这个error是new 因为10除以2是对的 然后我们比如说把它改成0的话 这里这里面的这个error就会被包装成recar 这个panic就会包装成凑值返回 比如说这里我们打印出来这个结果 我看到的话它其实就是error就变成了这个divide by 0 对 通过使用这个recover 我们就可以实现把这个panic给它包装成一个错误 从而让这个进程继续去执行 对 最后再简单的总结一下吧 其实大部分场景下我们都是使用错误 而不是使用这个panic 但是有时候可能我们需要一些严重错误 希望进程退出的时候 我们会使用这个panic来去抛出来这样一个异常 及早来去发现错误 对 当然也是因为go原始的error表简陋 所以引申出了很多的这种使用方式 还有一些第三方的酷 对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这几个参考 然后学习一下使用错误的这个最佳实践 好 希望这个视频对大家学习go的错误处理有帮助 对 如果你有什么意义或者是有一些问题 也可以在留言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